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灵灵老师 那么今天这节课程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物质量浓度综合应用的一些训练习题 那么我们简单来回忆一下 在直播部分呢 我们重点讲解了 关于稀释和混合这两类 溶液的一些浓度的计算问题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还讲到了第二部分的实验 实验部分呢 需要大家细致的去掌握 在实验制作 整个实验的过程当中 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这个重做的事情 是不是 还有就是但凡我们这里面 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的话 那么会有的引发的一些误差分析 也是大家需要去掌握的 所以这两部分 单说呢 一个是比较难的综合应用 一个呢 是我们在高中阶段 刚刚开始学习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实验 所以大家这两部分呢 都是要好好地去梳理一下的 那今天呢 咱们也是先来简单热个身 我们按照基本的顺序 先来做稀释和混合溶液的计算 然后我们再来看实验部分的训练题 来 那咱们就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道小题 这道题呢 不难哈 林英老师带你们先来简单的过一下题杆 那剩下的呢 咱们今天这道题就相当于送分 给大家发出去学分 好吧 来 咱先看题杆当中 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叫做如同所示 某溶液在稀释的过程当中 那看到稀释 你就应该立马在你的脑海中 浮现出一句话 就是稀释前后那个n是不变的 哎 稀释前后啊 n是不变的 好了 那这是咱们做到这种题 你就应该立马有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 那接下来他说 融质的物质量浓度 好 浓度随体积的变化曲线 那么涉及到跟n相关的浓度体积 是不是就是c1v1等于c2v2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人家问你 还说看图中的数据呢 我们让你求一下a这个时候的体积应该是几升呢 来 这道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林玲老师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 你们可以选一下 咱把这十分拿到手 好不好 来 咱们倒数30秒 看看啊 已经铺垫到这个份上了 这是不是就应该是一个数学问题了 对不对 来 还有最后十秒钟 咱们就收卡了 好了 来 咱们收卡 这道题是不是如果再错 那应该就是大家的数学的问题了 对不对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处法 来 首先根据公式c1v1等于c2v2 注意 万一这里面会有体积换算问题呢 也要小心 但是好在我们观察了一下 它的单位都是升 对不对 来第一个我们取两个点 一个点在这里面 知道这个时候的浓度和体积 第二个呢 是在我们的b点 知道浓度不知道体积 所以来 2 这是它的浓度两磨每升 乘以体积呢 一升就等于b点的 那么就是0.5乘以a 对不对 所以直接一个小小的计算 所以a等于4 那也就是说应该选择的是 c选项四手 可以吧 所以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你看怎么样从体干一点点的分析出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呢 就是在读题的过程当中 你的脑海当中 其实就已经是在不断的去翻这道题的考法了 对不对 好了 这是第一道小题 咱们先来简单热身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 来 零零老师同样带你呢 快速播一下题目的主要信息 说我们将4克的氢氧化 那溶解在10毫升的水当中 再加水稀释到一升 从中呢 取出10毫升 为你这10毫升的物质的量的浓度 好了 那首先大家应该想到的第一个啊 它的坑点是什么 稀释到一升之后 从中取多少 取完之后的浓度 跟原来一升的浓度 它俩是怎么样 是相等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取不取 它其实都是这一升对用的浓度 对吧 好了 那咱们就知道了 我现在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求这一升 稀释完的浓度是多少 对不对 那咱们看 那题目呢 给到了什么 是不是只有质量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从质量出发 那我们原来的公式叫什么 叫C1V1等于C2V2 对吧 那本质上 其实它们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融质的物质的量啊 对不对 来 那同学们 你看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融质啊 对吧 那融质的质量到物质的量 来同学们 那大家是不是就发现了 这里面好像我并没有用到后面的等式 对吧 我只用到了一个叫做N等于CV 出到这个N等于CV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来 咱们先看 从质量出发 这相当于是一个公式的简单连用 说融质的质量 比上融质的摩尔质量 来 融质的质量是4克 轻氧的话 那自己查表算一下是40克每摩尔 所以这个数算成是多少啊 0.1摩尔 好 那到这儿有点说老师 那我融解在10毫升的水当中 我要不要去算一下这个什么什么体积啊 什么不用 哎不用 还在一个 他这里面也没说体体积变化可以忽略 你能直接除以10毫升水吗 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呢 看后面 你这0.1摩不就是最后变成了一个一升的溶液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体积有 物质量有 那这浓度不直接就求了吗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直接用的是这个公式哈 C等于N融质的质量除以溶液的体积 来直接代0.1摩除以体积是一升 哎那这样算完是不是结果是0.1 哎0.1摩每升 所以到底选择的是第二个 对吧 哎所以大家注意细节哈 这里面的坑点还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你不用繁琐的说我要用这个公式了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公式联用 我从质量如何求到浓度呢 那用什么用物质量做桥梁 对不对 那再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西式取液的这个问题 取液不影响浓度 所以实际上后面这句话都是废话 对不对 直接算一升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所以小细节这个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哈 来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三题 第三道题大家就得值得就得注意一下了哈 咱们这个题是期度逐渐升高的 来咱们看这道题 先读体干的基本信息 画出它的重要性哈 说0.3磨每升的硫酸钠和0.2磨每升的硫酸铝等体积混合 来人家有这么一句话吧 叫做体积的变化忽略不计 来现在人家问你 混合完之后硫酸根的物质的量的浓度约为多少 如果有同学老师这题我这刚开始没啥思路咋办呢 那你就先去列基本的公式哈 你看 硫酸根的浓度应该等于什么 是不是应该等于硫酸根的物质的量除以体积呀 对吧 那现在这个体积是多少呢不知道 因为这道题说实话并没有告诉你体积是多少 但是我可以设 对不对 因为他一定可以约掉 他既然说是等体积混合 我就设他的体积是微升 可以吧 我设他的体积也是微升 可以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先为了区分一下 我们标识一下 这是溶液的体积 好了 咱们标个混合吧 好不好 因为是求混合后的硫酸的浓度嘛 所以我就先微混了哈 好 那首先体积可以变化 微混是不是直接等于微加微 对不对 这个是好说的 那咱来看N硫酸根怎么去看 来硫酸根的物质量怎么去看 它是不是等于CV出道啊 每个人的浓度都知道 对吧 但是你注意了 咱说的是硫酸根的浓度哈 所以是0.3膜每升是总体 硫酸根在硫酸钠当中的组成的角标 这个整体原子团的角标是不是1 对不对 所以1 来再乘以 这是浓度啊 硫酸根的浓度 乘以硫酸钠整个的体积 加上来注意了 这块大家最容易错的坑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硫酸铝质 上来就0.2乘以V 一顿算 算完了错了 对不对 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 我们算是硫酸根的物质的量 所以你这块得用的是硫酸根的浓度 0.2乘以几 乘以硫酸根的角标3 对不对 好 这就是硫酸根的浓度 再乘以体积是V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浅浅的 打横线啊 除一下底下的混合后的体积 是不是就是V加上V啊 也就是2V 那这个数呢 大家自己求算一下 0.3加0.6 0.9除以2 是不是等于0.45 而每升啊 口算都做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照题选择的是B选项 所以照题啊 选择的是B选项 可以吗 来 这是我们套公式 直接去这样套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等体积啊 其实硫酸根 它对应的这个浓度呢 它对应的这个物质量啊 是它俩相加和除以2的一个关系 可以吧 好了 那还是啊 因为有些题呢 咱们做起来比较费劲啊 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想自己做的 就可以先赞成自己做一做 好不好 哎 好了 那这道题我们结束了啊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来 咱们看一下下一道题 还是 先拿出笔 画出体干的重要信息 说取100毫升 0.3摩尔每升的氢氧化那种也 看好了啊 这道题跟我们课上讲的 纯的稀释和混合还不完全一样 咱们课上讲到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种同一溶质的情况下 对吧 我们不涉及到反应 但是这个就涉及到了哈 氢氧化那和这么多的硫酸去反应 将反应后的溶液呢 注入到一个500毫升的容量瓶当中 那也就是说它最后就是收尾的总体值 应该是500毫升 对不对 现在加水锡是指科度线 问你 这个时候这个该混合溶液当中 氢离子的物质的量浓度是多少 来 大家可以思考几秒钟 你想想看 反应的怎么办 反应的怎么办 如果是不反应的 我们直接加合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反应的怎么办呢 好了 来 有点说老师 那也就是说它来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会先反应呗 对不对 那肯定的是不是 所以来咱们就浅浅的先写一下 氢氧化那和硫酸的反应方程式 来氢氧化那和硫酸 反应生成硫酸那和什么呢 和水 和水 好 那现在咱们看到方程式当中 它俩应该是两份和一份去反应 对不对 那这个呢 代表的是个数关系 也就是间接代表了物质量之间反应的关系 对不对 也就是说如果它消耗两膜 那它就得参与了一膜 它如果是四膜 它就得是两膜 对不对 所以是用物质量衡量的 那我们就得先去看看氢氧化那和硫酸的物质量 各自是多少呢 是不是 来 那我们就来求一求啊 这个氢氧化那的物质的量 在体干当中是 CV出道 那就是0.1升 对吧 乘以0.3膜 每升 这个数算完是0.03膜 好 这是氢氧化那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硫酸的物质量呢 等于CV出道 浓度呢 是0.45体积是0.3升 0.45膜 每升 好 这个数呢 大家自己哈 你也去求算一下 答案呢 是0.135膜 好了 那同学们你看 如果咱这氢氧化那0.03膜 全部参与反应的话 那我需要多少硫酸呢 按照2比1的规律 咱硫酸是不是就是0.015膜的硫酸呢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数是比它要小很多的 说明啥 说明在氢氧化那和硫酸的这个初始量下 氢氧化那是少量的 而硫酸是过量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应该拿氢氧化那去看 这硫酸消耗了多少 是不是 所以咱现在也知道了 硫酸实际上反应了多少呢 反应了0.15膜 0.015膜 那咱们这个时候就想 初始量是这么多 反应了这么多 那你说硫酸还剩多少啊 来 剩余的硫酸物质量是多少呀 是不是N就等于0.135初始的 减去它反应的0.015啊 最后这个结果等于0.12膜 对吧 这是溶液当中剩余的 这个硫酸 注意是硫酸的物质量 人家最后让你算的是什么 是氢离子的物质量的浓度 来吧 同学们 咱们来算算 最后那个氢离子的浓度 应该等于什么 氢离子的物质量除以体积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来氢离子的物质量 咱现在知道的是硫酸的物质量 那是不是用硫酸的物质量 乘以硫酸当中 氢的角标2啊 对不对 这不就是氢离子的物质量吗 再除以体积 是不是500毫升容量瓶 也就是最后的定容的体积 那不就是0.5升吗 对不对 好了 那0.5升来最后这个结果 大家去求算一下 结果是多少 是不是先当比是0.24 对吧 除以0.5 那就是2.4除以5 这不就是0.48吗 这选啥呀 选B呗 对不对 所以0.48摩尔每升 答案选择的是第二个 可以吧 所以这道题来 咱们重新捋一下 像这种反应型的 怎么办 先去反应 反应完之后 人家让你求氢离子的物质量 一定这个东西最后剩的 就是什么 硫酸 至少在咱们现阶段 这个东西剩的一定是硫酸 好吧 所以接下来你看 先反应 反应完之后呢 把反应掉的这部分硫酸 给它抠掉 剩下的硫酸 人家问的是氢离子 注意一个总体和角标之间的换算 乘以角标 注意乘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了 那这道题我们就说这么多 相对于咱们课上来说 这就属于混合反应型的 OK了 好了 那这是这道小事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来看下一道题 来看这道题 先话重点信息 说在标准状况下 将22.4升的氯化氢完全溶解于什么 注意了 完全溶于一升的水当中 水的密度告诉你们了 溶液最后的密度呢 是肉 肉的结果是什么 还是大于 好了 第二个 溶液的体积呢 是V毫升 注意了 是溶液的体积是V毫升 溶质的质量分数是Omega 溶质的物质量浓度呢 同学们 这道题说实话 题杆当中给到的信息非常的多 对不对 问你下列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来 我比如说老师这么多信息 那我可打整 一个一个来看 别慌 是不是 首先第一个 Omega 来再看看1000肉 来同学们 质量分数 它这是什么 是浓度 回想一下咱们上节课讲的 对吧 这个质量分数和浓度之间的公式 是怎么积来说还记得吗 来给你们几秒钟时间回忆一下 质量分数和浓度之间的换算 那个公式是怎么积的 来 回想啊 叫什么 草莓等于1000个肉丸 还记得吧 哎 草莓等于1000个肉丸 来那咱们就推导 画检一下 这个Omega就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 这个CM除以1000呢 对吧 除以1000肉 来直接代数 浓度 在这里面给到了C M 绿化氢溶质的这个摩尔质量 自己查表去写一下 自己去算一下 是36.5克美光 所以这就直接就是36.5C呗 底下肉就是1000 对吧 所以直接1000肉 那再以个质量分数 我们是不是还得乘一个100%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对不对 正确 但结果一看 ABCD呢 E都是正确的 所以你不能说 老师我用排出法E 我就不看了 不行 对吧 还是要做一做的 万一下一个题 有个题选项没有E呢 那你会不会判断呢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一道题 如果单纯说是考试做题 那肯定有很多技巧了 但是如果你想 现在把这个知识学清楚 咱还是要每个选项都搞清楚的 对不对 来 那我们再来看圈2 圈2说C等一摩美生 C等于什么呀 C的话 正常来说 是不是应该等于 鹽酸的 这个氯化氢的污染量 除以溶液的体积V呀 对吧 那你看 咱们对应的这个 氯化氢的污染量 是不是就是22.4 除以22.4升美膜呀 对吧 除完之后 刚好就是一膜的绿化氢 那如果它的浓度 是一膜美生的话 也就是说 它的溶液的体积 就是一升呗 对吧 那你想一膜美生 一膜除以一升 来同学们看 溶于一升水 实际上这个溶液的体积 是一升吗 它根本就不是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 你能不能说 它得到了这个 这个一膜美生是对的呢 这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最后那个体积 肯定不是一升了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是不能算的 它为什么能算出一呢 因为它直接拿一升水去算 那怎么能行呢 是不是 来再看第三个 萨克斯说向上手溶液中 再加入微毫升的水 原来是微毫升 又加入微毫升 这属于什么问题 叫做等体积混合 看质量分数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办 等体积混合怎么办 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叫做大大小小 对吧 叫大大小小 那前提是你要先去算 混合之后的平均值 对不对 那这个平均值怎么看呢 来你看 在每混合前这个质量分数是多少 是Omega 对不对 那你跟它等体积混的 另外一个人是谁呀 是水 水相当于它的Omega等于几呀 相当于水的Omega 其实相当于0% 没有溶质 对不对 所以这个0.5Omega 我觉得就不明显 说老师 这咋算出来的呢 是不是 其实它就是第一份Omega 加上水这里面相当于是0% 然后再除以2 那这不就相当于 半个Omega 那不就是0.5个Omega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说怎么来的0.5Omega呀 就是因为水 相当于溶质的质量分数为0 所以刚好就相当于 原来这个除以2就相当 对不对 那对应这个平均值出来了 是不是就大大小小啊 那看一看这套题给到的 密度是大于1的 所以结果就大于平均值 所以这套题选择的是 1和3是正确的 所以这套题选择的是C选项 跟上了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题 咱说它是相当于把我们两节课的各种计算问题都揉在一起了 你就都可以去怎么样 去算了 对不对 只要你给的这个信息量足够多 那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揉在一个题里面 让你去选正确的 是不是 好了那这是我们的这道小题 大家也是要注意 不能说学一点就忘一点 是不是 好了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来 说两种硫酸溶液 一种硫酸溶液污染量浓度是C1 密度呢是RhoE 另外一种硫酸溶液的污染量浓度呢是C2 密度是RhoE 现在我们将它们叫做等体积混合之后 所得溶液的密度是RhoE 问你混合后的浓度是多少 来混合后的浓度是多少 这答正 这是相当于什么 没有说体积可以忽略 对不对 然后也给了混合之后的密度了 那就说明它想让你通过对应的密度 去把它的体积表示出来 是这个道理吧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来咱们就从基本定义出发 混合之后的浓度 它应该等于什么 是不是混合之后的物质的量 除以混合之后的体积 对吧 好 那咱们来看 混合之后 混合之后 我们的体积 它是怎么表示呢 咱们一点点先来 来先算N混也行 先算N混也行 一样的 它俩都得费点力 费点力 是不是 来先看 混合物质的量等于什么 它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 第一个 硫酸的物质的量 对吧 加上第二个的硫酸的物质量 不管你怎么混 它的融质就等于两个的加合 对不对 那N1等于什么呀 来是不是等于浓度体积不知道 那既然等体积混合 应该是可以设的 是不是 所以咱们就直接设V 哎 设哈 我就是V 可以吧 V升 来 C1乘以V 加上什么 C2乘以V 这不就完事了吗 你信我 最后这个V一定可以约掉的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C1加C2乘以V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再算V混 V混你不能直接说去用这个V加V设施不行了 因为人家给了密度 而且也没说可以忽略 对不对 所以咱们就从基本公式 就是混合液的质量除以混合液的密度 R3 来 那混合液的质量等于什么呀 质量是不是等于又重新绕回了原来两个溶质的 溶质的质量之和呀 对吧 不是溶质 就是那个溶液的质量之和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溶液是R1 体积呢 我们刚才设了V 对吧 来这是它的这个质量 再加上第二个硫酸溶液的质量 是不是R2乘以体积 我们设的V 再除以什么 除以R3 所以你稍微整理一下 这就变成了R1加R2 除以R3 括号V 对不对 你看N混比V混 我现在就在这拉一个大横线 大家其实就得到结果了 V和V其实就约掉了 对不对 所以来我们直接用C混 咱们来带一带 应该等于上面比下面 对吧 所以就是C1加上C2 括号V 除以底下呢 来R1加R2除以R3 括号V 那这样把分这个底下 这个分母往上一折腾 是不是就是C1加C2 括号R3 比上R1加R2 对吧 来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整个上面的这几个选项 这有选项 来同学们选什么 是不是选择的是A选项 对吧 那在这也会有同学说 老师啊 你看哈 这个里面 我们要不要去做 这个单位的换算呢 对不对 因为有同学说 老师你看 我做单位换算 我就带了1000 来 是这样的哈 上面如果你把这个R3 做换算的话 你上面是不是应该 会成了1000 对不对 那下面这个R1加R2呢 R1你做单位换算 是不是要成个1000 R2是不是也要成1000 你要换算 肯定都换算 你不可能只换算R3 对不对 那都换的情况下 这个1000啊 就相当于是1000倍的 括号R1加R2呗 那1000和1000 不就约掉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不是说 咱不做单位换算 而是说你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 上下都有逆路 那其实你做完的换算 会被怎么样 会被约掉的 所以这里面我没换哈 如果说同学们怕做题的时候 自己错 怎么办呢 那你就把那个1000都带上 但是你千万别带着带着带乱了 结果有的约了 有的没约 是吧 那就糟糕了 所以记得哈 就是做数学上的 这个提取供应试就可以了 好吧 还提取这个对应的成绩 然后大家记得约就行了 最后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 可以吧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这道小题 相对来说呢 它其实不难 就是一个基本公式 C等于N比V 以及质量等于密度乘以体积 就这俩公式电来倒去的去做 对吧 所以在这儿 关于体积这件事情 以后大家再看到 等体积混 实在没思路 你就先把它射出来 好吧 或者直接就令它为一生 都可以 是不是 好了 这是我们的这道小题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其实关于溶液的混合 这一部分呢 咱们通过这几道小题 我觉得练的还是挺好的 有这种简单的小操作 对吧 有这种 单纯的混合 也有这种呢 就是反应之后的混合 所以咱们其实在提醒的种类和样式上呢 给大家其实都讲到位了哈 来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进入到实验部分了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道小题 咱先浅浅热个身 说我们现在呢 用密度为这么多 质量分数为这么多的浓硫酸 去配置一个这么多的锡硫酸 那问你下列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来 下列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我呢 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 你们可以试着选一下这个题 来 可以试着选一下这个题 的 感谢观看 来 最后三秒钟了 三 二 一 好了 来 我们看一下这套题大家能不能走 今天是不是还集中在第一个再算呢 是吧 别着急啊 你这种算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 咱先看看其他有没有说一定对或一定错的东西 对吧 没准备最后筛出来了呢 来 首先看这个 说将浓硫酸倒入到烧杯中 再加入80毫升左右的蒸馏水 它是先加了这个酸 再加了水 那按我们的思路应该是什么 叫浓酸入水 应该是密度大的往密度小的那个里面去加 对吧 你这个顺序就反了 对不对 所以B选项你这么加很危险 所以B就直接排除了 来 再看C选项 将溶液转移到容量瓶当中 用蒸馏水洗涤 注意了 人家洗的是什么 洗的是烧杯和玻璃瓶 这个东西该洗还是要洗的 咱说两桶不洗 但是这俩东西还得洗 对吧 来 将洗涤液注容量瓶重复两到三次 这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对吧 直接选C 来 再看第四个 加水超过刻度线之后 它说用吸管 低管吸出 我的天 这怎么能吸出呢 基本上咱们配溶液的所有错误操作 最后的处理方式都是什么 叫做重配 重配 所以容不得半点错 结果 来 这就是咱们的D选项直接排除 那A选项 它瞅这个意思单选的话 应该也不对了呗 那咋就不对了呢 有点说 老师我算了一下 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来 我带你算一下 首先啊 这种题其实最坑的是什么呢 就是 关于这个体积问题 你要配置的是180毫升 那我想问问大家 咱们的容量瓶有180毫升吗 你想要多少的人家就有多少的 对吧 为什么呀 对吧 所以在这儿啊 咱说压根就没有180毫升的 有多少次呢 临近比它大一点的有个200毫升的 所以你要去配置的话 你也是先配个200的 你再取用180毫升 对吧 你想用多少你自己再去取 但是我配只能配200的 所以你实际上在算的时候是拿200和2去算的 OK 那这是什么 是稀释后的体积和浓度 对不对 那我现在想知道 那稀释前那个体积得是多少呢 对不对 因为我要去量了 所以在这儿来 我们先要 根据正常来说 咱们的公式是C1V1等于C2V2 对吧 稀释之后的这俩我都知道 稀释前的这俩我一个都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要求体积 是不是得先把浓度搞出来 所以这个C1来同学们等于什么 我们在题材当中有密度有质量分数 是不是可以用1000Raw Omega比上M呀 你看 草莓等于1000个Raw是不是 所以来1000乘以密度是1.84克每毫升 再乘以质量分数98% 除以硫酸的磨耳质量是98克每磨耳 这数算完是18.4磨耳每升 大家同学们 就这个数啊 你做多了 基本上下次都不用算了 直接就用完事了 对吧 凡是98%的这个浓硫酸 那最后你算出来的都是18.4磨耳每升 不信你就去试试哈 好了 那现在浓度知道了 那我就直接代位 18.4磨耳每升乘以体积V1 就等于200毫升 哎 前面这个单位也是毫升 后面这个单位也是毫升 那其实左右换不换算都能约掉了 对不对 所以注意了哈 我这就不换了 好不好 2磨每升 这样算出来的V1就是单位是毫升啊 大家自己求算一下吧 400除以18.4 来 大家自己算一下 最后这个结果 哎 等等等等等等 这有个小问题 没有200毫升的 差点 差点 来 这没有200毫升 还是250毫升的 来 250毫升 所以这块应该是250 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500除以18.4 最后这个V1呢算出来是多少呢 是大约啊 约等于27.2毫升 哎 约等于27.2毫升 哎 这块我小小的点给大家更正一下啊 因为啥呢 咱们是不是在课上给大家讲过 咱们去记它可能有的呢 就以50块钱为底线 咱们说这个面值啊 咱们的面值啊 这个钱呢 有一块的 有两块的 对吧 有五块的 有十块的 有二十块的 对吧 就到这就差不多了哈 所以它分别对应的就是50毫升 100毫升 250毫升 500毫升 然后还有这个1000毫升 所以咱们的容量平规格是这几个 还没有200的 对吧 差点犯错误了 是不是 所以这块注意了哈 怎么去记这个结果的 就拿咱们的这个钱 咱们钱可以见到的纸币有多大的 那我们就直接给它乘以50就可以了 好吧 来 这是咱们在这道题哈 大家一定要注意 凡是说配置这种当不当正不正的时候 一定要去找临近比它大一些的 这个容量品去进行操作 OK 好了 那这道题咱们就说这么多哈 这是这道题浅浅热个深 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走 来 这道题考察的是关于误差分析的问题 说配置一定物质量浓度的氢氧化 那溶液下来操作会使浓度偏低的是 来 会使浓度偏低的是 这道题咋做 咱上课记的那些全都是偏高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出现那些 你就可以先排除了 比如说这个D选项 定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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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氧大 这是咱们口诀里 说明它的结果是偏大的 这不对 是不是 再来看C选项 容量瓶当中有少量蒸馏水 这是无影响的 因为咱最后还是要加一堆水的 对不对 所以C是无影响 C和D直接排除了 来再看B选项 未经冷却 这叫什么 系统烫死它 那个烫 热的时候就不行 结果会偏高 对不对 所以咱们那四句话记得是 误差会偏大的 那B也不是 照D选项选项 选项 他说配置450毫升0.1毫升的气氧化 那用托盘天平去撑取固体1.8克 这里面大家注意 我们有450毫升的容量瓶吗 没有 临近相对大一些的 就只有一个500毫升 所以你应该是去拿500毫升去算它的质量 那我们就浅浅算一下呗 来体积是500毫升 然后咱们做一个小小的单位换算 乘以10的复3 就是体积是这么多 这是V 对吧 再乘一个C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它的N 对不对 乘以C是0.1毫升 来乘以0.1毫升 好 这是它的物质量 然后我还想去求它的质量 我还想去求它的质量 那接下来咱们就应该是在这个N的基础值上乘一个什么 氢氧化大的摩尔质量 对吧 所以就是500乘以10-3 乘以0.1 再乘以40克每摩尔 最后这个结果算是多少呢 是2.0克 那你只称了1.8 说明啥 你称少了 称少了 那可不就得偏低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咱们的这道小题 明白了吧 好了 那整体来说呢 我们这道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不对 好了 那在这儿 咱们其实关于这个物质的量浓度 它的配置实验呢 虽然说我们课上给大家讲了一些偏高的这个技巧 怎么去记的 但是大家也要间接知道 偏低的里面 就是把我们那些抠掉 抠掉之外呢 再看一下 有一些咱们在口诀中没有总结到的 但是像这种无影响的 大家也要会识别 好不好 所以今天咱们核心啊 重点给大家训练的是什么 是关于溶液的计算问题 因为相比到我们的溶液配置呢 计算它出现的提醒的方式会更多 而配置这一块呢 误差分析 我们有四个小口诀可以解决了 对不对 然后计算问题 你就注意一个空间就是关于这个体积 有没有对应的容量瓶 我跟你说都不用多想 题目考的一定是没有对应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对应的这个容量瓶 有的刻度的位置 刻度的这个体积容量得记下来 找一个临近比它大的 剩下的 要么就是用这种 就是比如说像这种溶液式的稀释问题的 那肯定会用到这个公式 对吧 如果是固体的 那你就正常去按照这个思路去求它的质量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到这儿 咱们今天呢 这节课程要给大家讲的所有的内容呢 就到这儿结束了 小伙伴回去 重点把今天咱们课上讲到的这些题目 还有咱们刚才所做到的这些训练题 大家好好的再做一做 误差分析这个口诀回去再背一背 好不好 来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哈 咱们下次课再见 拜拜